宋朝时,汝州有个苦命小伙名唤郭子义,她家境原本不错,不料父亲因病早亡,家境渐渐衰败,十八岁时,家中已经非常拮据,和母亲僵侍的生活经常捉襟见肘。 可怜江氏,经历了大起大落,原本两手不沾阳春水的妇人,在丈夫去世后,开始表现出一个母亲的坚韧,她给人家做针线活贴补家用。 郭子义从小目睹娘亲的苦难,十几岁时便开始砍柴卖柴,想以此减轻娘亲的负担。 生活中的困苦尚能忍受,可江氏心里的苦压垮了她,就在此年,江氏重病不起,仅仅一个月便撒手而去。 郭子义从小在娘亲一个人手中长大,对于她来说,娘亲便是她的天,如今娘亲去了,她的天也塌了。 小伙子哭得死去活来,却哭不回娘亲。 江氏去世前,特意交代了一件事,当年,密州一个名唤郑宝庆的人落难,郭子义父亲出手相助,帮郑宝庆渡过难关。 为了表达感激,郑宝庆将上在强宝中的女儿许配给了同样幼小的郭子义。 为了表示重视,还特意将一根洞销一分为二,两家各执一节。 另外还有婚书两份,两家分别存放一份,只等两个孩子长大,便凭此信物成就姻缘。 后来,郭子义父亲去世,江氏艰难抚养郭子义,妇人承受了很多苦难,但他并没有带着儿子去找郑宝庆。 原因非常简单,他不想让郑宝庆认为自己是生活不下去而投靠,况且当时孩子还小,去投靠等于是要人家养。 由此可见,江氏心智坚韧,世间少见。 可是他要去了,得将此事告诉儿子,要不然儿子便永远不会知道。 自打母亲去世,郭子义便整日神情恍惚,仿佛憨傻了一般,对于此事也没有太过细想。 到了江氏去世的第十四天,郭子义前天晚上便没有睡着,他太想念母亲了。 天将亮时,天上下雨,因为今天是娘亲二妻,他天没亮便,冒雨出发了。 到了地里,他两腿哆嗦着跪倒,哀声哭喊,我苦命的娘啊。 仅此一句,小伙子再也说不出话,跪在泥泞的地上哭得死去活来,一直到嗓子沙哑,再发不出声,方才停歇。 他大放悲声,让人闻之落泪,可谁又能体会他的伤心呢? 半个时辰后,他两手撑地站起,正欲离开,突听不远处传来鸡扎之声。 转头看,见泥泞的草地中有只幼小的乌鸦,此乌鸦语意未封,应该是因为刮风和下雨从鸟窝跌落。 他如此幼小,假如自己就此离去,他则必死无疑,看着这只幼小的乌鸦,郭子一想到了自己,不由地背从心来,赶紧弯腰,将它捡起。 抬头向树上看,可这四周的树上并没有鸟窝,这可如何是好? 思来想去,他觉得自己不能就此抛弃小乌鸦,他大小是条性命,自己不能如此无情。 于是,他将小乌鸦装入怀中,用身体温暖着,他回了家中。 乌鸦在他温暖的怀中睡着,到家后,将之前的冻枭和婚书拿出来打量,心中一直在纠结去不去蜜州。 此一纠结便是三个月有余,三个月的时间,小乌鸦长大。 说也奇怪,这只乌鸦对郭子义极为依赖,就算平时觅食飞远,但不超过一个时辰必定会转,落于郭子义肩头。 假如有时候郭子义呼喊,他则会迅速飞来,一人一鸟,竟如心有灵犀一般。 众人见郭子义跟一只乌鸦如此亲近,不由得目瞪口呆,也想不明白他心中究竟在想什么。 别人也养养,可却没有见过人养乌鸦,乌鸦一直被人认为不祥,郭子义是因为母亲去世而憨傻了吧。 对于别人的闲话,郭子义不以为意。 经过这三个月的思考,他想通了,还是要拿着东西去蜜舟一次。 为什么呢? 他认为,经过这么些年,郑宝庆对父亲的感激定然已经大了, 至于那时候一时冲动留下的信物和婚书,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毫无用处。 可是,他仍然飞去不可。 首先,这是母亲去世前一再交代的。 他明白,这是母亲为了不让父亲有背信弃义之嫌。 他这边认为自己家道中落,所以不配去找人家。 也许人家还会认为,是他们家嫌弃人家呢,所以必须要去。 然后就是,就算对方已经变卦,他也不会埋怨人家, 因为他压根就没有想过成就这段姻缘。 此番而去,把信物和婚书还给人家,让人家该嫁女儿嫁女儿,自己再回转便是。 如此,他决心以下,将冻箫和婚书装在一个包袱中,里面还有几件衣服, 这便是他的全部行李,只是临出发时却犯了愁。 在家时,可以随便养着这只乌鸦,但如果要出远门,他带着乌鸦会非常不方便, 因为赶路免不了要住店,人家对乌鸦讨厌,岂能让他带着乌鸦入住。 他看着肩膀上的乌鸦叹了口气,乌鸦呀乌鸦,咱们的缘分也该尽了, 我要出一趟远门,带着你不方便,所以,你自行生活去吧, 等我回来,如果你还在,咱们还一起作伴,你看可行。 乌鸦岂能听懂人语,不过这只乌鸦却频频点头, 然后振翅而去,望着在天空飞翔的乌鸦, 郭子义竟生起淡淡的忧伤和失落。 他从十几岁便开始砍柴,练就了强壮的身体, 以往没有出过远门,最远处就是卖柴时到过的集市和城中。 可要赶此远路,他并不犯窃,包袱里仅有一点盘缠, 不会引起别人觊觎,只管赶路便是。 将近一个月时,蜜洲就在眼前, 他想要今天变入蜜洲时,天上突然阴云密布, 伴随着大风,眨眼间便落下雨来。 他赶紧将包袱从后背解下抱在怀里, 不敢让包袱淋湿,因为里面有特别重要的东西, 洞宵当然不怕淋,可昏书淋湿了可了不得。 抱着包袱左右看,发现不远处有方被废弃的蛊叉, 他也顾不上多想便跑了进去。 此蛊叉年久失修,仅有的正殿上破着数个窟窿, 但用来避雨已经足够。 等他进去,却发现里面早有两人, 此二人和他年龄差不多,躺在地上不住呻吟。 他赶紧行了一礼说道,两位兄台请了, 在下路过此处,大雨倾盆,顾会进来躲一下。 二人对视了一眼,看着他怀中抱着的包袱后, 其中一个堆起笑示意他坐下, 这股沙本被废弃,谁都能进来避雨,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由于大殿上面有多处破洞, 里面光线很好, 坐下的他看到两人身上皆带着伤。 伤势较轻者很是热情, 他便拿出了包袱中的干粮分给两人, 共同食用。 两人连连称谢,吃着干粮, 郭子义也明白了二人的遭遇。 他们是一对合伙做生意的人, 伤势较轻者叫牛大喜, 另一个换作马自立。 两人做生意返回蜜州, 却不料遇到拦路的歹人, 不仅将他们身上所带生意之资尽数抢走, 还要毁他们性命, 如果不是逃得快, 他们此时怕已经死去。 郭子义听得直叹息, 牛大喜看着他好奇问道, 兄台为何死死抱着包袱? 此去抑郁何为? 郭子义想也没想, 便把自己到蜜州来的墓地说了一下, 他还有些犯愁, 因为自己不知道郑宝庆家在蜜州什么地方。 三人聊着天, 外面雨势不减, 听着雨声, 加上连日来不停赶路, 郭子义感觉眼皮沉重, 慢慢睡去。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他醒来睁眼一看, 发现不远处多了一群人, 而他身边只剩下牛大喜, 马自立则不知所踪。 看他醒来, 牛大喜面有愧疚, 重重叹了口气。 郭子义正感觉不解, 惊骇发现自己包袱不见了, 他转头看牛大喜, 牛大喜哀叹一声, 交友不慎啊, 交友不慎啊, 万万没有料到, 马自立竟是这样的人。 据牛大喜所说, 其实他们并不算是好朋友, 只是搭伙做生意, 路上好友个伴, 他连马自立家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闻听郭子义是从汝州到蜜州寻亲, 那么定然带了不少盘缠。 马自立起了歪心, 他觉得他们做生意的本钱被歹人抢走, 不如趁着郭子义睡着, 将他的包袱偷走离开。 牛大喜闻言, 历生训斥了马自立, 人家郭子义分给他们干粮, 他们岂能趁着人家睡着偷包袱。 马自立当下便认错, 牛大喜也慢慢睡着。 不料醒来后, 发现破店中多了一帮避雨的生意人, 而马自立则已经消失, 连同他们的包袱和郭子义的包袱 都一起消失。 郭子义文言十分震惊, 同时不知所措, 他包袱里没有什么钱, 仅有一点盘缠, 那是他平时卖柴的积攒, 但包袱里有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便是信物, 洞销和婚书, 这东西丢失, 自己还如何去投亲? 牛大喜让他不要着急, 为什么呢? 牛大喜认识郑宝庆, 此处已经接近密州地界, 他可以带着郭子义去密州。 找到郑宝庆后, 将情况说明, 想来人家也会相信, 至于那马自立, 他算是看清了此人, 从此不会再交往。 郭子义没有别的办法, 那马自立本是屠材, 偷了自己的包袱离开后, 定然会将里面仅有的盘缠找出, 然后将包袱扔掉, 自己人生地不熟, 如何能找到一个被人刻意丢掉的包袱? 围巾之计, 也只有按照牛大喜所说。 先去密州找到郑家再说。 如此, 他和牛大喜出发, 那帮生意人也一起出发, 路上行人见多, 他们仅用了一天, 便赶到了密州。 牛大喜并没有欺骗郭子义, 是真的知道郑宝庆家。 不过, 到了以后, 郭子义再次吃惊, 郑家院落很是普通, 看起来生意不怎么样, 他们家家道也已经中落。 郑宝庆闻听他是郭子义, 当即就摇头表示不信, 他耐心将家中情况说出, 并且说出了路上遇到的事, 这边有牛大喜作证, 郑宝庆最终相信了他们。 据郑宝庆所说, 他们家几年前做生意赔了钱, 如今生活也不好, 而夫人受不了打击而去, 家中只剩下他和闺女郑宇儿, 也就是当年和郭子义定下亲时之人。 说着话, 郑宝庆喊来女儿, 一见到郑宇儿, 郭子义又是大吃一惊, 此女不像未出格的闺女, 倒像是个妇人, 而且相貌丑陋。 郑宇儿斜眼看了看她, 然后说道, 当年是有婚约不假, 可是如今郑家不行了, 而且我相貌如此丑陋, 当然配不上郭公子, 所以郭公子还是赶紧回去吧。 郭子义没有料到静会是如此结果, 他心目中, 郑家虽然非常富裕, 但他不贪图人家的富裕, 准备着将信物送来, 了却这段过去知识便回转。 可如今看到郑家同样也陷入了贫困, 且郑宇儿相貌丑陋, 他的心思起了变化。 假如郑家富贵, 郑宇儿漂亮, 他当然不会纠缠。 如今郑家落魄, 郑宇儿丑陋, 他如果就此一走了之, 反倒显得他失利眼, 这样会丢了父亲的脸, 也辜负了母亲平时的教诲。 想到此处, 他恭敬行了一礼说道, 听母亲说, 郑家原本富贵, 而子义此来, 就是交还信物, 了却这件事的。 现在看来, 郑家出了意外, 所以子义不会违背当年的婚约, 会如约娶郑小姐, 并且从此照顾郑伯父, 直到终老。 听了他的话, 郑宝庆十分意外, 郑宇儿也是手足无措, 妇女两个呆呆地看着他, 如同看着一个傻瓜一样。 一边的牛大喜此时却拍手较好, 对着郭子义伸大拇指, 好,好。 果然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不贪图富贵, 不嫌弃穷困, 郑家得此家序,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郑宝庆此时也反应过来, 抓着郭子义的手连连晃动, 贤婿如此说, 让郑家十分感动, 只是有一点, 郑家家境现在不如以前, 你也属于昭婿进入郑家, 所以咱们就不举办什么成婚仪式了, 你可愿意。 郭子义没有犹豫, 便点头表示同意。 如此, 郑宝庆马上开始准备, 计划着让郭子义和郑云儿明天就完婚。 而作为引路人的牛大喜, 郭子义自然十分感激, 可牛大喜却不能久留, 他在路上做生意出了意外, 此时需要赶紧回家一趟, 不过他临走跟郭子义说好了, 这个朋友他交定了, 以后要多多来往。 郭子义送走牛大喜, 进入郑宝庆为自己暂时安排的房间, 思绪纷乱, 此行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 也跟他先前的打算完全相对。 可路上丢了信物和婚书不说, 郑家竟成了如此样子, 从小母亲的教诲使他无法一走了之, 那样他就成了背信弃义之人。 罢了, 明日成婚后, 自己定然好好干活, 努力使生活好起来。 他正想地入神, 突听有人冷哼一声, 你大祸临头而不自知, 倒是还把自己给感动了, 你觉得你这样做是为了不背信弃义? 但你想过没有, 你完全上了人家的当, 你不成婚就此离开倒还罢了, 如果成婚, 你入洞房必死无疑。 这是谁在说话? 他转头四望, 惊骇发现乌鸦不知道什么时候跟着自己, 并且进了屋子, 竟然是他在说话。 这乌鸦怎么能口吐人言? 真是天下一大怪事, 还有, 他所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自己大祸临头而不自知? 什么叫自己入洞房必死无疑? 他正欲询问, 却被一阵拍门声惊醒, 睁眼一看, 天已经大亮, 原来是做了个梦。 这让他哑然失笑, 自己对乌鸦也是思念, 竟然会梦到。 拍门者是郑宝庆, 今日便是大婚之时, 郑家准备了简单的饭菜, 来者也没有几个人, 忙活过了中午, 午时刚过, 郑宝庆便让郭子义和郑云儿拜堂。 事毕后, 郑云儿进入临时布置好的洞房, 而郭子义则被众人拉着在外面饮酒, 如此大喜之日, 不饮酒怎么说得过去。 这场酒一直饮了几个时辰, 到天黑后仍然没有结束。 他被灌了不少酒, 脑袋昏昏沉沉, 连连求饶之下, 众人才放他去厕所。 到了厕所, 扶着墙呕吐一阵, 摇晃着昏沉的脑袋正欲出去, 突然听到外面的树上传出乌鸦的叫声。 这叫声他可太熟悉了, 正是他所养的那只乌鸦。 心中大喜过望, 郑云呼喊乌鸦过来, 突然想到昨晚做的那个梦, 乌鸦在梦中告诉他不要进洞房, 究竟是什么意思? 从厕所向外偷看, 发现郑宝庆和众人仍然还在饮酒, 并没有人注意到这边。 他悄悄从厕所出来, 到了洞房边上向里看。 洞房里亮着灯, 他却看得目瞪口呆, 因为里面并没有新娘郑云。 按照流程, 此时的郑云应该羞答答坐在床上, 等着他进去挑开盖头, 然后便共同饮下喝饥酒。 可此时里面没有郑云, 反而是有个男人躺在床上。 他明明看到郑云进入了洞房, 为何里面会是个男人? 这个男人又是谁? 他全身直冒冷汗, 虽然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眼前的事绝不简单。 此地不宜久留, 他赶紧从厕所墙上翻出, 刚出去, 就听到里面传出郑宝庆恼怒的叫喊, 然后便有脚步声传来, 显然是在寻找他。 树上的乌鸦低飞下来, 他跟在乌鸦后面奔跑, 到了一个大坑边躲进去, 路上有人奔跑而过, 他在坑中不敢动弹, 一直到了三更天时, 路上再没有人, 刚要从坑中爬上来逃走, 突见不远处急匆匆过来两个人, 两人边走边低声交谈。 这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他全都认识, 竟然是牛大喜和马自立。 牛大喜不是找不到马自立了吗? 马自立不是偷了自己的包袱后逃走了吗? 他们为何会同时出现? 你们干事太美谱了, 如果让他去了真的郑宝庆家, 我怎么办? 还有那张氏丈夫已经死去, 我们又该怎么处理? 马自立对着牛大喜怒吼, 牛大喜摇头, 你别埋怨了, 只要你和郑宇儿成亲, 一切便大功告成, 那小子定然是逃走了, 他还敢再回来吗? 回去好好劝劝大哥, 这事情是他办杂的, 也怪不到我们身上。 两人走了过去, 躲着的郭子义全身不住颤抖, 听着两人所言, 此处的郑宝庆竟然不是郑宝庆, 自己上了牛大喜和马自立的当。 思来想去, 他又不着急逃走了, 而是趴在原地等候。 四更天刚过, 路上传来脚步声, 马自立从村中急行而出, 他悄悄在后面跟了上去。 马自立只顾赶路, 完全没有注意到后面跟随着的郭子义。 天将亮时, 他在一户人家门前停下, 此户人家高门大户, 一看便家境不凡。 马自立左右看了看, 然后助跑纵身上墙, 从墙上翻过去后再无动静。 到现在, 郭子义已经完全明白, 因为自己的大义和疏忽, 被人给顶替认亲了。 顶替者就是马自立, 他和牛大喜趁着自己在旧古叉中睡觉时定下了计策, 而这户人家, 必定是真正的郑宝庆家。 听牛大喜和马自立的交谈, 真正的郑宝庆似乎要将女儿嫁给马自立, 这马自立和牛大喜 可不是什么好人, 一旦郑宝庆的女儿真的嫁给了马自立, 那以后极有可能被这帮人把家给毁掉。 而这一切, 全都是自己造成的, 他得弥补过来, 不能一走了之。 恰在此时, 郑家门想, 有个老者开了门, 他赶紧理说自己是个赶路人, 路遇此处, 饥饿难耐, 求能讨得一点吃的。 老者将他引进去后, 他一把拉住老者, 低声说道, 最近是不是有个人拿着信物和婚书来挣家? 老者目瞪口呆时, 他又低声跟老者说了几句话, 老者将信将疑而去, 片刻后带着一个中年人到来, 中年人一看到, 他便双眼微眯, 他则上前跟对方说了一阵话, 中年人越听脸色越严肃, 听过后久久不语, 最终轻轻点头。 没过多久, 家中突然传出中年人愤怒的赤骂, 屋中的马自立被惊醒出来, 问是怎么回事。 中年人怒不可遏, 说刚才竟然又有人来投亲, 说自己叫郭子义, 真是岂有此理, 真正的郭子义就在自己家中, 可笑此人竟来冒充。 马自立听后赶紧问人呢。 中年人不耐烦白手说道, 此人比较会装, 说自己要去什么村里寻找证据, 因为有一帮人骗了他。 马自立听罢, 笑着摇头回了房间, 中年人则也回了自己房间。 没过多久, 马自立房间的后窗被打开, 他从里面跳了出来, 开始向前奔跑。 一口气跑到了昨晚的郑宝庆家门前, 却见外面有个人鬼鬼祟祟, 不是郭子义是谁。 他从后面过去, 一拳头打在郭子义太阳穴上, 郭子义应声倒地, 他则拖着郭子义便进了院子。 郭子义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扔在地上, 边上围着一圈人, 有马自立, 有牛大喜, 有郑宝庆, 还有郑鱼儿, 这些人全都得意洋洋看着他。 马自立, 牛大喜, 我好心请我们吃东西, 可你们竟然偷了我的婚约和信物, 然后冒充我去投亲, 而这边呢? 你们竟然想趁着贾成婚害死我, 你们是一帮不折不扣的恶人。 听了郭子义的叫喊, 马自立黑黑直笑, 小子, 你为什么要说出自己要干什么呢? 你既然跑了, 赶紧回汝州多好, 为什么还要再去郑宝庆家呢? 这就是你的命, 今天你必死无疑, 你死后, 会被人说成是和张氏丈夫缠斗时, 双双死去。 我则会娶了真正的郑宇儿, 以后还会得到郑家的一切, 哈哈哈哈。 他的话音刚落, 惊讶发现郭子义并没有看他, 而是看着墙头, 这些人转头, 惊骇发现墙头上趴着不少人, 这些人越过墙头, 竟是精壮大汉。 他们本就是乌合之众, 顿时吓破了胆, 想要四散而逃, 却被这些人尽数捉住捆绑。 中年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亲手为郭子义松开绳子后说道, 贤侄, 其实从看到你的第一眼起, 我便认出你正是故人之子, 你这孩子, 为何这么久方才寻来? 让伯父等得好苦。 此中年人才是真正的郑宝庆, 而马自立和牛大喜他们这帮 又是什么人呢? 其实, 他们是一帮贼人, 马自立和牛大喜在密州城外行 劫掠之势时差点, 被捉, 两人负伤后逃至古叉, 正在休息时, 遇到了避雨的郭子义。 郭子义没有出过远门, 不知道人心险恶, 竟对二人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马自立和牛大喜当然知道郑宝庆, 他们对郑家财富垂涎三尺, 只是不敢动手罢了。 听了郭子义的话, 两人趁着他睡觉做出了个决定, 他们要弄死郭子义, 然后冒充他去投亲。 不料他们正要动手, 有群做生意的人进来避雨, 他们只好改变主意, 由马自立带走郭子义的信物 去郑宝庆家冒充, 而牛大喜留下欺骗郭子义。 郭子义醒来后, 跟着牛大喜到了甲的郑宝庆家, 其实这是他们的一个窝点, 主家多病, 是甲正云儿张氏的丈夫。 他们本意是用穷和丑片的郭子义回转, 也就是了, 没料到郭子义竟然要娶。 于是, 他们又想出了个歹毒的主意, 张氏丈夫多病, 他才会跟这帮贼人搅在一起, 此时正是除去他的时候。 他们想的是, 假装成婚, 把张氏丈夫害死, 摆放到洞房中。 一旦郭子义入了洞房, 他们便杀了郭子义, 对外说郭子义是个窃贼, 近来偷东西被发现, 跟多病的张氏丈夫缠斗, 两人双双身亡。 不料想郭子义竟然逃走, 害怕他找到真正的郑宝庆家, 就赶紧通知马自立来商议, 却被躲藏在坑中的郭子义 跟踪到了真正的郑宝庆家。 郑宝庆看到郭子义时, 就认出他跟故人相像, 当郭子义说出自己的计划, 要用自己当诱饵, 引得这帮贼人自己招供后, 他便答应下来。 这便有了后面的是, 马自立和牛大喜, 以及张氏这些人, 近被带走, 等待他们的避世严惩。 而郭子义也没有再回汝州, 因为郑宝庆不答应, 他中承诺, 还是将女儿嫁给了郭子义。 婚后, 郭子义被分到一些生意, 他用心经营, 多年以后, 家境好转, 成为了人们嘴里的郭源外。 终其一生, 他没有跟人提过自己, 梦到乌鸦之事, 而乌鸦从此, 也并没有在密州出现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